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鄭今天提早公佈她的政綱 本來是3月1日後 等這個提名期過了之後 她才會紮吉公佈 不知是否因為 胡蘇貞入閘 避免被人說 你政綱都未齊 我為何要提名你 於是已經公佈了她的政綱 不過講她的政綱內容之前 不如先講講她的態度 今天公佈政綱的時候 有一班示威者包括自決派 立法會裡面的 例如劉小麗 黃之鋒 他們加上 長毛 黃浩銘 他們稱為進步民主派 去現場示威 於是 令整個 記者會推遲了 在記者會結束後 林鄭主動向示威者 派政綱給她 黃浩銘 令阿銘 這個社民連的 就去問一個 我認為都問得相當不錯的問題 當然要問 日前有幾萬個警察及其支持者 在集會那裏公開講粗口 問候別人的娘 妻子去侮辱女性 問問林鄭你作為母親 作為母親有沒有看法 林鄭的回應是希望大家體諒情緒 在任何情況下互相尊重 與會者 示威者當然歪然 無論在任何 情況下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不合 尤其是作為女人 如果你想想林鄭 在示威者面前 例如 她面對她們斯文 黃慶銘 黃之鋒都很斯文 不會問候她 有些會 如果 你想想 有人站在她們面前 大大聲說髒話問候她娘 林鄭會不會體諒 這個憤怒的市民情緒 她當然 問候得理當然有她的原因 又或者 她剛剛失業找不到工作 又或者她的經濟負擔不了 家庭太貴 或者她生意失敗等等 很多原因 你看不看她的情緒 我想問林鄭 尤其是 這個不是個別的人 這個是 3萬個警察裏面可能有一半 及其支持者有一半是 現役或者是退休的警察 其實如果 大家留意警隊的紀律 他們是紀律部隊 一件事很重要的 他們是受到分析的 就是說每一個警察出去 其實是 代表 整個警隊 所以 尤其是穿了個制服 一定要 自己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才可以代表警隊 即是說你不只是代表自己 雖然說話有個警察可能已經休班 亦都沒有穿制服 但不是等於 因為別人知道你的身份 不是等於一個普通市民 可以隨隨便說粗口 即是很多 香港這個公眾場合都受到 受到這個法例 規管 說粗口是犯法的 例如在地鐵 在機場裏面說粗口是犯法的 我不知道警察那個遊樂會 有沒有這些規管 我相信都沒有 但是 你作為一個警察 想得台說話 你說粗口 不只是代表你的意見 台下的30萬多人和應 也不只是代表他們的意見 是代表整體的警隊形象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 林鄭作為這個 做過官這麼久 官拜政務司司長現在出來選特首 連一句 連一句就說我不接受這種侮辱女性行為 作為一個女性 我希望她大家尊重 都不說 只是體諒她們的情緒 林鄭的 說法當然有她的盤算 有她的計算 大家還記得七警 被判有罪 判刑兩年之後 也有人問林鄭 林鄭都是用 類似的回應 大家要體諒 她直勤那麼長的時間 情緒等等 那時候已經被輿論批評 她動用私刑 去毆打 一個 已經被捕 雙手綁上索帶的示威者 如何體諒她的情緒 這是犯法的 今天 特首候選人林鄭 包括警務處處長 她們最高的管理者 完全沒有 譴責 這些動用私刑的警察 的行為 一句話都沒有說 我就覺得 是變相 鼓勵 他們會繼續犯法 所以呢 你立什麼法都沒有用 什麼獄警罪 純粹會 激到警民關係越來越惡劣 絕對沒有任何好處 不過我 更加擔心的 就是 林鄭這種人在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仍然是坦虎 互短 你又很簡單 縱使他們已經在國際上鬧出醜聞 以色列 德國 已經是公開聲明 表示對他們遺憾 說他們歷史無知 也好 林鄭 絕對不會說 一句 警察 錯的話 絕對不會 因為 很多建制派都是撐警 變成橫漫相求 這些建制派 是選委 是左派人士 跟警察 連成一氣同酬 同酬敵蓋 對付這些 黃絲 覺得他們是 香港的敵人 所以打了他們就打得少 打得不夠 這種情緒 在 林鄭的支持者 是很多 所以 不民是非 在選舉的時候 我只要拿到選票 在這個階段 我不會說 任何對他們 說他們不是的話 那就死得了 林鄭這樣 老實實 一般的市民 大家我們會分辨是非 我們眼睛是雪亮的 一般的市民 怎會 支持你 你想民望升 都很難 有多難說這句話 我們要尊重女性 在公安場 說錯 我認為不能夠接受 不行 為什麼不行 林鄭就是死都不肯說這句話 問題就是